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四道戏 解收三国杀 那么我们今儿的主题是冷门武将 今天是身份局 我们就来看几则身份局的出场率 不是特别高的武将的一点发挥 好 那么我们第一局 叫做伤了我十倍奉还 这个武将 这个台词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这是个什么武将呢 我们主公选的孙策 我们这里有陆讯可以跟他配合 但是呢 我这里选了一个这个 选了谁 你们能想到吗 我们选了戒夏侯敦 为什么选他呢 因为这个戒夏侯敦呢 我填下来说一下 这个戒夏侯敦当时呢 背景是这样的 当时是刚刚 这个武将刚刚发售 所以当时想选这个武将玩一下 所以这里一定要强调一点 其实就是 这个戒夏侯敦的这个技能 跟现在的戒夏侯敦 是有一点出路的 那个唯一的一点不同在哪里呢 在于我们这个清减这个技能 你所现在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描述 是现在这个版本的清减 而我们当时使用的这个戒夏侯敦 是修改前的清减 那个清减是 你在猛牌阶段外获得牌后 可以马上把这些牌 重新分配给别人 不用像现在一样 等到回合结束的时候 再分配给别人 这个修改的原因就是因为 如果按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原版的清减的话 他可以跟刘备打出一个 无限的死运环 刘备给过去 他就给回来 给回去给回来 给回去给回来 那这个版本呢 就避免了这么一个问题 但同时呢 也减少了这个 这个戒夏侯敦呢 很多的配合 让这个武将的乐趣性呢 也少了一点 所以呢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个 原版的夏侯敦 好 这里一定要注意 好的 那么这句我们就开始了 这句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这个 比如刘表 这个刘表这个玩家 他的ID 特别 特别 特别有意思 你看到没有 这个ID我觉得特别搞笑啊 好的 那么这个2号我张飞 上来呢 就开始对这个 因为在这里注意 这个刘传 谁这个刘传是离婚禅啊 那孙色主攻 你可以选 那个普通的刘传 不选 选离婚禅 所以我觉得这个离婚禅 应该是个反贼 对吧 你看 那既然他是反贼 这个张飞 这么忙得这么狠 张飞应该就应该是一个忠诚 对吧 你看忠诚还继续在往后 这个张飞继续还在往后杀 所以呢 也是给我们打出一个 挺不错的 牵手优势 还挺不错 那么这个刘表呢 上来直接这个 大宗室一货 吃个桃子过 好 那么张角 这也是个 也是修改成年的老张姐 好的 哪个干动我 这个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们小武队放入刚烈 然后我们的法证 伤了我 就想全身而退 这我们两个人 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 你发现没有 我们两个人都是 刚烈型武将 就张角进行一个轮番的输出 所以张角可以说 一瞬间也是苦不开言的 只剩一张牌了 那我们的回合 也不用对他客气 对吧 因为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就一张牌了 就可以大胆地进行 一个输出了 装连组 再杀一刀 争取把他打死 那么刘表 应该还是有很多桃子的 我们这里也是 做好心理准备的 好 请注意 接下来有一个 我们跟法证的经典配合 你看 他对我们方舟心 也我们摸两张牌 然后 这个时候我们属于 摸白阶段外 摸了牌了 所以可以马上 把这两张牌给别 我们选择全部给法证 好 那么既然两张牌 都给了法证 就会触发法证的恩怨 因为他同时 一次性获得了两张牌 所以可以给我们反一张牌 OK 这一张牌 我们也可以再给出去 但是我们这时候 就没有任何 给的这个必要了 对吧 好 然后再计算 继续结算 我们法证的这个 炫货 也就是说 刚才是在炫货之间 之中插入了一个 轻件结算 那么现在呢 还是我们要杀张角 如果不杀 反正可以拿我们两张牌 这个时候 如果让法证 直接拿我们两张牌的话 他又可以反过我们一张牌 你发现没有 当然这张牌 也是可以给别人的 所以就这一波下来的 发言 我们就产生了 两点正收益 这两点正收益呢 首先本身的法证 这个炫货 就能够通过炫货 和恩怨的配合 产生一点额外收益 另外一点收益 来自于哪里呢 就来自于我们第一次 发证给我们牌的时候 我们两张牌 直接反给他了 那两张牌 也可以出发一次 这个恩怨 所以让法证本人 是额外获得了一张牌 而我们的总的 总牌数 是不便地 OK 那么这个 该咱们打怎么打 继续 法证就直接往后面打了 因为现在这个 人已经全了嘛 对吧 那三个钟了 剩下来就应该都是 这个反贼了 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OK 那么目前的话 我们状态上来讲 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了 这个内奸也是可能会跳的 所以要注意 那么谁是内奸呢 你觉得 我觉得可能这个 张飞可能是一个内奸 对吧 因为法证 这里已经死了个反贼了 状态这么差的 还在帮我们 所以我可以觉得 张飞很有可能 就是这么一个内奸 我们先把他 不要跟内奸吧 那么这里 孙策的话 去打退张角进行的输出 这个刘表 已经没桃子了 张角自己还有个桃子 当然了 雇佣是桃王 雇佣应该还有桃子 那我说雇佣也没有桃子 对对对 刚才他展示了 没有桃子 那么张飞这里 说雇佣有桃子 对吧 他有桃子 他没救他 好 张飞开始对我们进行反击了 内奸开始跳出来 雇佣有桃子 怎么没有救张角呢 他觉得张飞会收他是吧 不管了 好 那么刘表这里 把这个孙笨的武器给接过来 因为孙策有这个 张巴射毛还是很强的 瞬间就把 姬佣这个技能给发挥出来了 让他不再是一个白白武将 那么我们的回合 现在这三个闪电 帮我们三四个人连起来 还是挺可怕的呢 那么我们现在 自然什么也不动 就可以反正继续打这个配合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牌兽太少的话 是没法跟法证打配合的 下单的自然不差 继续来 那还不够 你看我们现在有一个无中生友 待会儿呢 又可以这个默然牌兽 那这个 清高剑还是要清洁给他 因为法证现在很缺距离 对不对 那么我们待会儿 我们说里没有什么防御牌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本身 就不是敌方的打击目标 所以也不用很担心 所以你发现这一局打到现在也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三个人 全都是负少访的 就是他们打谁都不合适 当然话说回来 实际上他们的这个牌兽能力 还是很强的 雇佣家刘表 这个牌兽能力还是挺不错的 实际上 所以实际上我觉得 可能反贼方仍然占有优势一些 你看拆我们 但是如果反贼方这里不太会打 他对我们进行强行的 跟我们打快节奏 对我们进行输出 像这个张飞这样 那就应该会让你很难受了 你看那我们现在去拆他 因为怕那个黑马 可以考虑把这个解义马拆掉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还是 对吧 他们往也有个兵呢 我们拆了武器 而且为什么应该拆解义马 不拆武器 是因为排队中的武器 比这个解义马多 所以把 为戏为归嘛 好刘表这里也是很勇气 打了我一下 那我刚拆哪下 哪敢动我 伤害的时候 收响十倍奉还 都说错了 但是你刘表本身还连在铁锁上面 所以你竟然直接把自己玩死了 知道吗 蹦蹦 这一架还是 你那个的 法证都没有人了 所以刘表这一圈不死 法证这里还要两次那个恩怨 也够你喝一壶的 所以我们这两个人 就觉得这个联动 是个特别有意思 不仅仅是我们这个 清俭与他炫祸的联动 还有我们刚烈和他的恩怨双联动 那么注意 刚才我们不吃桃子的原因 也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保证 手里有一张牌 才能够保证 跟法证 发动两次清减 从而产生 额外的刷牌效果 你少一张牌的话 待会是没法给的 这里你稍微停下来 算一算就算清楚 对吧 OK 那么这个 法证继续去对这边 这个雇佣进行一个压制 那么现在的话 就打雇佣吧 雇佣这个武器 你只要去压他的话 他还是很脆的 反正这个桃子吃的也是很不丢情面的 不过我们留一点桃子 不过我觉得孙辈 打到现在一个桃子吧 感动我觉得打字也是很大的 即使你这都比赢 孙辈把我维修 你还是要吊起 好那么他自己给自己 开始玩 勇正成无了 很厉害 开一个万剑 如果这个万剑 开不死我 你知道会什么后果吗 好 拿个干动我 伤我者十倍奉还 休想圈而退 两下直接把这个 雇佣给搞死了 因为雇佣没有牌 所以面对法证的 这个恩怨 也只能掉血 所以这个真的是 特别特别搞笑的一个联动 也是很少见的一个配合 结果呢 这个孙辈是一个内奸 这局不是双内局 所以这个张飞是一个 逗逼反贼 开局打死一个反贼 然后还继续往后面 打下一个反贼 当然了 这也特别说明 三国杀的内奸调和作用 有内奸在 这个反贼进行乱打 反贼帮还是有挽回的余地 但是呢 如果中神方乱打 那么内奸想帮也帮不过来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三国杀是反贼杀的一个 重要原因呀 好的 那么我们看这个 这个第二局录像 第二局录像是什么呢 第二局录像是一个 统帅三军里面 特别厉害的武将 叫诸葛纪 但身份举他的这个出场 好像也不是特别多 实际上这个人当反贼还行 那么这局呢 因为我们诸葛纪 判顶席是二号位 所以在张角剧主 张角主攻里面 二号位的反贼 选一个改判的神棍 还是挺合适的 对吧 把张角吃死了 基本上除了张角 自己除了我们的回合外 其余其他的回合 这个改判 都是我们说的算的 所以这点还是很爽的 OK 那诸葛纪 你说开局也没有 谁特别像反贼呀 对吧 所以我们还是就不忙给了 自己摸牌 因为我们诸葛纪 一般的后面会比较去牌 因为每轮发到这个红源 对自己来讲还是紧张的 所以就第一轮 尽量把这个牌给搞起来 那么武器也不用多说了 肯定是保持满手牌过 对不对 武修装去被别人借走 也不是什么好事情 那么陆迅 这里杀了我们一刀 看来陆神将是一个忠臣的 OK 冰上 拆我们一个桃子 明哲再来一个桃子 这是神将教之间的 这么一个对局 那么到诸葛亮 关个星 能关出什么好东西吗 那么能 诸葛亮这个武将 你是身份很不明的一个人 当忠臣反都可以 OK 那么老诸葛过牌的武将 是一个反贼 把陆迅和主攻连起来 要不要砍一呢 拆我把兵给拆掉 OK 其实我们这里没有那个 一来是没有改判的梅花 二来我们其实改了 在我们的回合 张角说的算 所以我们这个兵还不容易过 加上我们的冰法阶段 是能够产生额外收益的 所以这个 兵被拆掉 还是挺好的 那么貂蟬这里被乐了 什么事也没有做 黄尔英的回合 这也是大月亮组合 顺着想把乐之夜顺了过来 然后乐降了主攻 果然这月亮夫妇 都是一对的 都是反贼 那么继续拆张角 但是实际上现在大家 也不打得出双张角 就被这位杀戮逊去了 掉张尔英的写 那我觉得你这个拆 手牌实际上 这个作用不是特别大 当然他可以说 他没有人可以拆 想发动一下这个极致 那不练尸 跟我没对 还是挺开心的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雕铲还是个强力忠神 曹冲也是个忠神 哎呦 这个曹冲 这是史诗皮肤的效果 是吧 OK 五中星友 对我们进一个火攻 给他看看桃子 吓解他 他还没有横桃 要把我们勒闪 勒闪那 哎 杀战角 好 想跟大家打配合 雷鸡我 改吗 改完以后 我们再给他改回来 那这个时候 我们肯定是把这个 羽扇给丢掉了 因为杀还是留着的 防御 万一战角待会开 活过来 开一个AOE 怎么办 OK 那么他这个勒没有过 挺好的 那么他讲这里直接过 但是我们这个勒多半 也过不了 因为战角可以改判 我们还是相当性改一下好了 战角还有就用吧 所以把它黑桃搞没了 这样的话 他待会这个判定 就只能盲判了 也没有黑桃 也不是一个坏事情 你看我们这个手牌 还是很不错的 一桃一闪 防御力也不成问题 而我们由于这个红圆 是少没让牌的 所以这个勒不速度 也不算特别的亏 我们陆逊这里 继续没有方便 快上了 我们闪一下 再联一张牌 这局到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联赢啊 我们这个回合外的这个技能 明哲发挥的还挺不错的 OK 还掉陆逊一滴血 不过这一家 这个桃子就没了 比较遗憾 你要把桃子给吃走了 我们这局的明哲 还是很拨的几张牌 对吧 拆个桃子 没有桃子 拆个闪 要来一个杀 所以还是很有发挥力 那么诸葛亮 这里趁陆逊 现在状态比较薄弱 能不能给他来个九杀呢 漂亮 有没有闪呢 没有闪不错 那么争取这一轮 黄尔英再来一下 就把这个陆逊给打死了 一旦 建立起人数有神 那凭我们不练师的 这么一个牌下当地 我觉得我们这局 还是有机会的 还是很有机会的 别讨厌的就是个貂蝉 特别烦 这个貂蝉的话 对我这个伤害 确实是很大 继续掉一滴血 那么的月鹰融合 运气的没有武器 要来一个观世服 那不错 一个九杀 那陆神将的话 基本上这个 寿中正寝了 就担心曹冲会不会来一下 索气曹冲这里 也没有装备 那你这个手细卡 刷的不到家 对吧 好 那么这个陆逊 九杀 陆下又连一个 哎呦 好可怕 还以为他要 他要跟我们比起联姻 这一局的主角 应该是我们 所以陆逊这局的联姻 注定不能够太强 那么我们这局 毕竟还是有这个 主角光环的 那么张角的闪 被我们拿走了 这里可以考虑 杀他了 因为也不得意 他雷击我怎么样 哎不敢了 不敢了 我把这个杰姻马给换掉 又来一张 哎还来了一个无锡 这是一个很模特的防御牌了 所以这局 我们的这个 明哲的发挥 确实太爽了 如果曹冲这里 给他杀我们一刀 让我们再来 把这个闪给用掉 那就更爽了 OK 那么张角的合格 只要敢用锦囊 马上给他拍掉 灌师傅这种 好东西能不能给你呢 给他无锡量 OK 要把他杀我们一刀 哎漂亮 一不杀我们 怎么体现我们的 这个技能的发挥 刚好把一个防御牌 换成一个进攻牌 再回跟这个可以用 那么还是 红源一样 没有问题的 装一个这个武器 就过吧 可以下张角这个时候 因为这样就一枪牌了 所以杀战也无所谓 那么这个 也快死了 曹中这里有一个寒冰剑 还能保张角一下 但是你保住了一时 保不了一世啊 大爱无疆 人心为怀 这个 雕权的回合 哎 这台雕权的回合 能把我们弄死啊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让张角把这个 把我们三张牌收掉 还是很讨厌的 但这话又说回来了 我们队友过了这么多轮牌 又是朱普亮 又是黄源英 又是不练师的 我觉得摸到陶子 应该还是很简单吧 黄源英你来一下 没有 不练师呢 不练师有 还是不负众望啊 那么月英这里的话 灌师傅可以砍一刀 拆一下 对 对于他有闪嘛 把闪拆掉 那就直接带走了好了 一刀 应该的话 这下 曹中只要没有一个 什么 没有一个装备 这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句就结束了 看到我们出个锦 这个五项 在张角角的二号位 还是很有发挥的 而且这一局的发挥 不仅仅是我们 我们改判的发挥 我们的 明哲 也特别有发挥 我们的每回合 回合外的这个摸牌 还是摸着 至少五双牌吧 此外就是我们的红元 所以这个 捉紧这个武将 还是挺有意思的 一副武将 他各个能力 都有一点 你看 辅助能力有吗 有 红元给牌 这个改判能力 有 那个 做什么 款式 然后 防御能力 也有 明哲 三个能力 都不是太强 但都有 还不错 是一个比较点净的 拼盘型武将 然后这个武将呢 也是在曼吉德队局中 还是挺不错的 是个比较优秀的 排杀型武将 OK 我们下语 下语局这个武将 就更加冷门了 他是谁呢 他是 号称 朱家三费之一的 朱智 可能 很多人听说过 这个朱家三费 这个说法 哪三费呢 就是读国的三个姓朱的 朱智 朱然 朱环 朱环这个武将 看似是个 四血一收益的武将 实际上 他这个 一收益的限制很多 也是个很弱的武将 就不提了 那么现在普遍的看法 是在朱家三费中 实际上我们的朱智 属于是 比较强的一个人 朱智倒是比较强的一个 基本上能够受到 四血每合一收益 这点比这个 没有收益的朱然 和我那个收益很差的 朱管 还是要强 那么这局选这个朱智呢 也是因为是个 无孤态主攻 无孤态是个 管装备的 而我们朱智也能控装备 所以可以 一定程度上 我们想 能不能 打出一点克制效果呢 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貂蝉开局 这个忙得很厉害 应该是个忠臣 没有问题了 那么司马懿 司马懿这个武将 本身是不像个忠臣 但是他这里 也直接过了 是卡了吗 拆也不拆 不知道想干什么 内奸吗 这个身份 完全无法判定 先不管他 那么这个真机 乐一下 也干脆 挑一个反费 那么甘宁的回合 甘宁刚才被貂蝉打了一下 但也没打出什么事情来 结果他这里开始去杀元术 然后拆主攻 拆什么呢 强行把乐拆掉了 原来甘宁是个忠臣 那这个貂蝉还忙错了 OK 那么我们的回合 我们这里就 你甘宁敢跳出来 那我们就敢去砍你 对了 朱智这技能不熟悉 可以看一眼 对吧 我们把了这个武器 收获去 就收到了 摸一张牌 仅此而已 那这个 这个仁王盾 还是不太敢装 因为我们这手 防御不是特别重要 而我们这手仁王盾 反而可能 给人家国态 拿好去了 那就得不强失了 所以想想就没装 那么我们元术 虽然是个很强的武将 但是他这里的防御 就很脆弱 被打得很惨 强行卖自己 就是为了换装备 然后一个九杀 元术这里 就是威在那系列 我们就一下 那也不错 因为甘宁这里没有距离 所以我觉得元术 应该还能活一下 元术只要能活过来 他只要一动 那五张牌一摸 那个还是能干出很多事情 甚至可以考虑吃个菜 因为反正你快死了 你一旦吃了菜 你还不用去牌 多开心 所以真机的回合呢 司马懿也是主动改叛 把自己改翻面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 就为了多说一种牌 帮真机落神吗 那么真机这个落鬼组合啊 九杀不错吧 甘宁应该能打死了 然后一个南魔入侵 你搞笑吧 甘宁还没死 你看南魔入侵 没搞死甘宁 不说还把我们元术给打上来 这元术这么强的武将 你给他搞死了 这不知道怎么想的 好 那这叫决斗 不决斗甘宁 决斗这个蔡文基 你说 我已经没有办法 找到这个真机了 好吧 我们既然改变不了别人 我们就改变自己嘛 我们自己努力的 做好就可以了 那么到我们国阁 甘宁也是把自己扒光了 看来决定死前做点贡献呢 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我们把真机的武器 给搞回去 为什么呢 是因为 一方面是为了摸牌 另一方面是为了 不想让吴国泰 把这个武器 移给他的队友 这就是我们朱志的一个配合 我们把这个武器移走以后 吴国泰的这个甘露 就无从发挥了 他这个甘露就不能 把我们上面移回去 让他们白白的 产上两点还下了 这是比较好的现象 OK 那么他这就只能把自己武器 把这东西给了雕蝉 希望把雕蝉 提供一个距离 火攻线 但实际上 正如甘露所说的 可能你给蔡文基更好的 毕竟蔡文基现在还是挺缺牌的 而雕蝉现在可以打到芝麻懿 所以不省缺距离 那么真机能够把甘露打死了 应该 蔡文基来救一下 行吧 救了以后至少没有那个 背割了也不错 而且这个真机的话 这个甘露的话动不了也没什么事 那我们还是老过去 把真机的双火剑也收回去 还能不会张牌 诶 莫了叫杀 刚好 她不是不要紧了 有司马懿在 我们就装个闪电吧 那么这个蔡文基 这个时候搞两个雕蝉 真好 那么上面一刀 我们也没办法掉铁吧 反正我们现在也不是这个敌人的救火目标 所以承担一点伤害 也是能够承担得起的 那么你莫在 当初让这个闪电就装掉了 还砍我一刀 诶 你们真的不考虑把司马打死吗 你砍司马一刀 那司马把牌收回去 然后你雕蝉一刀 把牌全拿走了 诶 为什么不打司马 好 这个雕蝉跳了个对 司马两张牌直接过 难道是能够改乐 也没有改乐 这个真机的气牌 甘宁就拖了半天了 甘宁硬是还没有死 甘宁这个武将只要不死 才能双手 你知道吗 只要摸着黑牌 才能吃 就是差 特别讨厌 那我们这时候为了摸牌 还是就把无叹的武器拿回去 很简单 这个时候就是为了 单纯的为了怎么样 为了这个摸牌 而已 那这里怕没话 也没有办法 那我们这个联弩 是无论如何都挂上去 没有意义的 所以就直接把联弩弃掉了 有了火攻 实际上是应该留杀的 留火攻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留杀的话 还是能 有点防御的 毕竟我们现在快死了 你留火攻 这个无国态 也不可能跑过来 补义我们了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司马懿 现在砍一刀 也没杀呀 那真机 这里应该能够 把甘宁打死吧 不能再让甘宁过来 这一波还是搞了不少牌 有武器吗 白鹰狮子 这个司马 为什么不装上去改判呢 这是 这又在想什么 然后还开南梦中心 你看 刚才我们要留杀就好了吧 结果还不错 真机把我们救了 OK 那400又一掉进去 这个时候真机 吃菜吗 如果吃菜 就是三打二 还不错 就是我们有人数优势了 但是呢 你现在是唯一一个 有技能的 我们两个人都快死 虽然可能死 如果我们俩再死一个 真机是个白板 我们就断人打不过了 所以真机实在 也是挺冒险的 那你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也不能含糊了 就跟这个敌人 拼命就好了 对吧 这个时候就 打鼓子 哎呀 你看 这个帮我阵一装 结果给人家 不过散拿不出了吧 所以就不该装 这个帮我阵 那么叼缠这一切 真机桃子还是不少 那么480 这样的话 应该能 活一下480 如果有一个 有个桃子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 五股风灯一开的话 我们就比较满了 因为我们就比较稳 因为我们两个人 都回到两个血了 那就凭我们这个 三个人 这个人头就是 都应该能打过他们 更况我们朱志 还是有个末牌技能 对吧 待会我们又可以 把这个真机的 这个保护权给拿回去 那么请注意 这里的有了 这个什么事情 有一个 马车的问题啊 就是马车 如果无态 转移走 它是可以把里面的牌 原封不动的 跟偷过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马车不敢给了 因为我们马车 一旦给出去 它一拿过来就很赚 所以这个时候 马车就选择自己留着 再一个也是因为 我们现在确实 没什么牌了 可不过马车 我们这里 有一张牌都不剩了 到我们的回合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 把无态的东西 也没有手 这里这个绑 司马的家里马 刚刚过来了 雕蝉拿了这个 那个连毒 但是司马本身 手里没什么啥 所以雕蝉去拿过来 作用也有限 这样对面是个司马懿 所以他胎选继续过 别人是内阶 那么这个顺 把我们又回到两地区 这个时候 心态就比较好了 转机闪电挂上 我们还是保持 这个手里 一定要有一张闪 这个时候给司马懿了 就可以 因为这个时候 他们的装备 都是有两张的 所以即使他把马车 换过来 我们也不亏 对吧 所以就不用担心 这个马车被偷走的问题 此外就是 如果马车 真的在他们那里 滚的时间太久的话 我们朱智 可以同样强迫 他们把马车 收回手牌 如果我们朱智 发到安国 让敌人 把马车 收回手牌 则马车里面的牌 全都会丢掉 所以我们也不是很担心 这个马车 被他们拿走 这没个问题 我们可以再砍他一刀 这的话应该就 还没打死 司马懿迷信了 所以这个时候 由于马车里 有两张牌了 这个时候 他即使用两张装备 换一张 我们如果给司马懿 就是三个牌 那他们还是赚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没有把 这个马车的牌 给司马懿了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要算 这个换牌的收益 你要考虑到 马车本身 以及马车里面的牌 加起来 再来对比 这个买卖 划不划的来 那么到我们回合 我们这里 继续摸马懿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成绩 也不急着 说把他们给打死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你马车如果给司马懿的话 或者给真金的话 就意味着 防具跟马车 同时被他们偷走 所以这个时候 马车是万万不能给低 不要听这个真金乱讲 这个真金 从头到尾就乱打 对吧 那么真金这里 去杀这个吴国泰 吴国泰没有闪了 那这个时候 给他们摸入亲 那这局应该就结束了 所以这局看到 我们出家三费 这些的朱智 这局还是有点发挥了 一个是我们 跟吴国泰这么一个克制 就是我们朱智来 灵活调整 我们团队的装备 从而避免 吴国泰发动 他的甘露露 我们的损失过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你发现没有 实际上我们朱智 美国泰都就有多摸了一张牌 就是我们这个 安国的摸牌效果 实际上也是一个 潜在的优势 美国泰都没让买 看起来不是很厉害 但事实上 在人少的情况下 这个优势还是越来越明显了 毕竟是个四血英姿的感觉 对吧 所以这局看了个朱智的发挥 OK 那么本期的视频 就到此为止了 差不多 我们看了这个 几个不是特别热门的武将 七小和多人啊 出个紧的 朱智的发挥 我们 也是算是 做了一期九个人身份去吧 好的 那么废话少说 我们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节目 再见